Ralme 10X Pro深度评测 今天Ralme 10X系列正式发布 这玩意手机搭载了天机820移动平台 具备出色的性能表现 Ralme 10X系列的出现 让目前的5G中高端手机有了更多的选择 目前市场上的5G手机 以高端和中端为主 Ralme 10X为用户提供了新的选择 让我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 享受更优质的5G手机体验 Ralme 10X系列首发天机820移动平台 那么此次Ralme 10X系列搭载的天机820表现如何呢 对于Ralme 10X系列来说 选择天机820是否又是正确的呢 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评测 Ralme手机一直都是将年轻用户作为其主要的目标人权 因此Ralme 10X系列在设计方面 更多考虑的是目前的流行趋势 以及当下年轻用户喜爱的设计元素 Ralme 10X系列拥有Ralme 10X和Ralme 10X Pro两款机型 现在我们评测的就是Ralme 10X Pro Ralme 10X Pro采用了时尚亮丽的配色 评测的这台为深蓝色 在光线的照片下会出现漂亮的光影效果 除了深海蓝 还有凝叶子 青露白和朦胧金三种颜色 其中朦胧金采用了AJ工艺 质感是相当不错的 Ralme 10X系列为用户提供了不同的颜色 普通的风格设计 给年轻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Realme 10X Pro 机身背部更为贴合手掌 手感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 Realme 10X Pro 机身正面和背部 均配备了第五代 康宁大猩猩玻璃 带来更高等级的防护 Realme 10X Pro 针对机身四角 做了加固防护 保证手机在跌落的情况下 更为稳固 增加抗衰性 Realme 10X Pro 采用了后置四摄 提供全场景的拍摄需求 机身正面 Realme 10X Pro 采用了水滴全屏设计 虽然在形态上不如打孔屏 但是在屏幕素质方面 Realme 10X Pro的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采用的是6.5星英吋 三星的M-Lag屏幕 采用了精细的钻石像素排列 显示效果更加清晰 Realme 10X Pro 峰值亮度达到800尼特 在强装下 有着不错的对比度 和色彩显示效果 此外 Realme 10X Pro的屏幕 还支持HDR10加 在播放视频时 可以呈现更多的画面细节 Realme 10X Pro 支持DC调光 在夜间使用时 可以减少低亮度条件下的 频闪现象 从而起到敷衍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